父母离异 约定将房产留给儿子 房屋拆迁 一家至亲对簿公堂 这个家庭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男子起诉父母与爷爷 当庭揭开身世之谜 更重要的是 被告陈永龄 没有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 交付房屋的原因 在于原告陈 并不是陈永龄和刘忠干的婚生子 面对突来的事实转折 法官将如何认定 财产又该如何分配 这样刚才你代理人 秦审的时候提出来了 说这个第一次听到 就是你爸说 秦审的这个事 我也第一次听过 之前跟你说过的 我也第一次听过 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 没有是吧 从来 将军能否缓解 亲情最终能否重拾 江苏省延城市庭户区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 共有纠纷案 法庭上 同为被告的一对男女争吵不休 坐在对面的原告 沉默地看着这一切 那么这起民事纠纷的原被告双方 到底是谁 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我也不是想打官司的 我只是想让他调解 给我妈一个公平一点的处理方法 当然他想一个人自己控制 这些这笔财产 陈家他就是这起案件的原告 而被他告上法庭的不是别人 正是他自己的父母和爷爷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与自己的至亲对簿公堂呢 而这家人的矛盾 还得从一套房子开始说起 就是想让我爸公平一点处理 但我爸都 我也不知道是他自己的想法 还是别人的想法 他分得很不好 陈家告诉我们 他的父母陈永林与刘忠干因感情不和 于2013年协议离婚 离婚时二人曾协议约定 将共同居住的一处房产归儿子陈家所有 2017年该房屋拆迁 陈家说原本当初说好给自己的房产 却在拆迁后拆迁款及此后的住房补贴 均被父亲陈永林一个人拿走了 这让他很生气 陈家说据他所知 拆迁后的填款父亲全都转到了爷爷的名下 他曾几次想找爷爷和父亲协商此事 均遭到拒绝 无奈之下 陈家一指诉状 将父母和爷爷都告上了法庭 要求被告 按照当初离婚协议约定的内容继续履行 下面进行法庭调查原告宣布取出状 或者承受诉讼请求 适时理由 原告的诉讼请求是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 一 确认阴城市庭湖区南阳镇 二 新阳村 一号房屋7000款 及相关住房补贴 归原告所有 交相诉请是 判令被告返还原告 涉案房屋7000款 165万4456元 以及住房补贴 和记事9万6800元 第三项诉请是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及保全费用 那么四色一理由 被告陈永霖 刘忠干系原告的亲生父母 被告陈奈江系被告陈永霖的父亲 2013年5月10日 被告陈永霖 刘忠干协议离婚 离婚协议书中约定 将坐落于延城市 庭湖区南阳镇 产权的房补归原告所有 但一直没有办理 产权并敢登记手续 之后原告得知 涉案房补于2017年拆迁 拆迁款 接死后的住房补贴 经绘制被告陈永霖账户中 现该款项由陈奈江设置控制 原告都是于被告交涉 返还设案房的车监款项 没有结果 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力 现特局此状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 支持原告的诉许 原告陈嘉志 对于你的代理人 宣读的起诉状 有没有补充 没有补充 没有补充是吧 好 被告针对原告的 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 进行答辩 被告一和被告二 共同答辩 答辩第一点 原告的第一项诉求 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暗设房屋灯 没有变更登记之 原告的名下 依法拆迁该房屋时 被拆迁人是陈永林 原告并不是 拆迁补偿协议的主体 其第一项诉讼请求 要求确认 拆迁款及相关补贴 归属于原告所有 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而且 该项诉讼请求本身 与原告的第二项诉请 也是互相矛盾的 第二点 原告主体不适格 其第二项诉求 要求被告返还 拆迁款及相关补贴 不能成立 原告不具有独立的 给付请求权 恳请法院依法裁定 驳回其起诉 离婚协议约定 将特定财产 赠予第三人 离婚后 夫妻一方不履行 给付义务 夫妻另一方可以起诉 主张其履行 受赠人并非 离婚协议的一方 仅为赠予条款的受益人 并无独立的 给付请求权 其起诉主张 夫妻一方 或者双方 履行给付义务的 裁定不予受理 已经受理的 裁定驳回起诉 具体到本案中 原告陈家智 基于被告陈永龄 和刘忠干 于2013年5月10日 签订的 离婚协议书的约定 提起本案诉讼 但陈家智并不是 该协议中的任何一方 仅为赠予条款的受益人 没有独立的请求权 其提起本案诉讼 主张夫妻双方 履行给付义务 依法应当裁定 不予受理 已经受理的 应当裁定 不会起诉 同时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原告陈家智 不具有任何合同 相关的请求权 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无权提起本案诉讼 在本案中 即使被告陈永林 没有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 向原告陈家智 履行交付房屋的 合同义务 被告陈永林 也仅仅是对 刘忠干 承担违约责任 原告陈家智 不具有任何 合同相关的请求权 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无权提起本案相关的诉讼 如前所述 原告主张 基于离婚协议 享有房屋的 给付请求权 但房屋给付 和拆迁补偿 不能一概而论 根据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 被拆迁人 是陈永林 该部分补偿的对象 是被拆迁人 相关费用 应当归属于陈永林所有 好 被告陈永林 对于你的代理人的答辩意见 有没有补充 没有 被告陈太江 对于你的代理人的答辩意见 有没有补充 没有 被告刘忠干答辩 这房子是 共同财产 怎么就成他 就成他一个人的了 我没人没业的工作 那房子 是前夫的名字 现在变成他爷爷的了 孩子爷爷的了 刘忠干说 自己由于文化水平低 当初离婚协议的约定内容 都是前夫陈永林写的 他认为当时双方都同意 把房子给儿子 他才同意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 本来想 钱在孩子的爸手里 他们拿了房子 我说为把儿子安排了 拿了房子 父子俩一人一套房 那也都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对吧 事实是否如刘忠干所说的那样呢 对于这份离婚协议约定的内容 法官又将如何认定 庭上 法官询问了双方 当时签订离婚协议时的相关情况 你们离婚的时候 一家三口分这个房子 然后是陈永林提出来的 房子全部给儿子 对 我说三个人分 他说不分 我们俩进生出户 全部给陈永林 全部给陈永林 也是他自己写的 又不是在家里写的 在婚姻登记处写的 对于你的儿子 时中景游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了吗 给他的全部给他 其他的我没有意见 好 原告就被告的答辩 有没有补充意见 第一 关于离婚协议中 约定夫妻共同房产 争议给子女的性质和效率问题 首先我们要说的 离婚协议呢 是副条件的一两子协议 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 经过协商谈判 妥协之后呢 就整体达成的这个方案 对于双方在离婚协议中 处理财产的方式 本应呢 就限于财产的分割 还应当包含 争议财产给子女的行为 因此对离婚协议中 争议财产条款进行界定时呢 不应当将该争议条款 以离婚协议独立开 而应当以离婚协议的整齐性 进行中复性的评判 离婚协议中约定的争议子女 房产的条款 我们认为从协议和办理离婚 登记时就应该生效 不以房市及顾户为前期条件 如果采采分割和争议子女 房产的条款 没有违背双方真实的意思 没有受到吸迫和诱骗 等情形的 并且夫妻双方 已经按照该协议的约定 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 那么争议子女的条款生效 所以我们认为 争议子女的条款 也不但任意撤销 关于被告又要答辩的 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 我们认为 原告作为 夫妻离婚协议中约定的 收征采采采的子女 在夫妻双方不履行 离婚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下 被告又要认为 无权以自己的名义 单独向人民法院取决诉讼 从而认为子女 不想有单独的请求权 法律规定 迫在当事人约定 第三人可以 直接请求债务来 向其履行债务 第三人没有在合理的期限里 明确拒绝 债务人未向 第三人履行债务 或者履行债务 不符合约定的 第三人可以请求 债务人承担委约责来 那么 民法典在制定和修改的时候 就充分去收了 此前婚姻法和合同法 对于父母离婚时 赠予子女房产的条款 在司法事件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裁判 而作出的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定 该条款实质上就是假 赠予给子女财产条款 这个界定为利益计三人合同 赋予了利益计三人的子女 享有这些起诉的请求权 也就赋予了本案原告有权 起起本案诉讼的诉讼主体资格 那么第三点我们要说的 关于车签 关于征收补偿款 以及房屋征收之后 有关房屋租赁费的补贴 均说于 离婚协议中 约定的资予给原告 房产的转换利益 能力所欲受资予的财产利益 背高一背高二有没有补充 该房屋中存在 陈乃江夫妇出资建设的部分 我们就补充这些 背高三有没有补充 我那么累 那个房子 我自己都借六万多块钱 我把债全部还完了 然后我才提到离婚 我把债还完了 我容易走了这一步 我想办法 我自己争的一切 全部扔了嘛 所以就为了 为了儿子 所以你答应这个房子 全部给儿子 是吧 是意思吧 对呀 他如果全部都给儿子了 我还有什么话讲的 我说那你说给儿子 就全部给儿子吧 然后他写的 全部给成家 好 刚才被告一被告 有什么要补充呢 刚才不是要说话吗 哎呦 我就说 人在这儿天天看 爷爷当时 胡编乱造 没有用的 行 好 胡编乱造 你自己想 你有没有疼过我一点 疼过爱我一点 不是跟你们吵架的 不要吵 由中干 便称 当初离婚时 前夫陈永林 也是认可这套房屋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所以才约定 将房子全部留给儿子陈家 那么 为什么陈永林后来的态度 发生了巨大转变呢 难道他真的对自己的儿子 不管不顾 如此冷漠吗 听上 被告陈永林的委托代理人 提出了一番话 让人出乎意料 更重要的是 被告陈永林 没有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 交付房屋的原因 在于 原告陈永林 并不是陈永林和刘中干的婚生子 陈永林已经就此 另行向法院提起诉讼 向刘中干主张相关的法律责任 被告陈永林当庭提出 原告陈家并非自己的亲生子 这也是他不愿意再继续履行 离婚协议约定内容的主要原因 听到这个说法 原告也感到很震惊 原告 第一次 听到被告一 称 原告并非 被告一和被告三的亲生子女 我们没有看到 任何 可以证明 原告并非是 被告一和被告三 亲生子女的 有关证据 和告知 这个 我们就咋 录下的回应 没有了 好 被告一 被告二有没有补充 暗设的离婚协议 是基于 原告 陈永林和刘中干 婚生子 做出的意思表示 但 根据 陈永林 多方调查核实 陈永林 并不是 二人的婚生子 该协议条款 因 欺诈 和重大误解 应当予以撤销 被告一 已经 就此 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并申请 亲子关系鉴定 被告三有没有补充 第一 我从来都没有欺诈 结婚的时候 我已经怀孕四个月 你自己亲自 就跟我领了结婚证 结婚之前 我跟你妈睡 我没跟你睡过 你装什么傻 我欺骗你 我欺骗你了嘛 提醒一下 北高三 情绪比较激动 好吧 平复一下情绪 因为我就没欺骗 他是认可的 孩子从生下来 第一天 第一生会交集 就交到他爸爸 没交到任何一个人 我有没有欺骗 是你们一家 把我接过来 我不是跑到你们家里来的 面对庭上提出的 陈家到底是不是 陈永林的亲生子问题 刘忠干显得有些激动 他声称 当初结婚时 前夫家对此事 早已心知肚明 自己从来没有 故意隐瞒和欺骗过 提及这段失败的婚姻 和前夫一家 刘忠干还是有着 满腹的委屈和心酸 他说 当年家里亲戚介绍 他与前夫陈永林相识 由于两人不是同村的 各自也都在外打工 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 但由于双方家长 都对彼此满意 二人不久便订了婚 因为我还要挣钱 我那时候是跟人家绑钢筋 建筑上 要挣钱 最多晚一两天 基本上就是过一夜吧 去了就是他妈也是比较传统 就是跟他妈睡在一起 刘忠干觉得 即使订婚后 他与未婚夫陈永林的感情 也没有很深厚 但二人还是在订婚两年后结婚 刚结婚时 刘忠干也稀记 可以与丈夫慢慢培养感情 小两口一起努力 经营好这段婚姻 但丈夫陈永林 却总是让他失望 每每回想起 自己在这段婚姻里 所有的忍让和付出 以及在婆家受的委屈 刘忠干都很愤很难过 他说前夫陈永林 没什么赚钱的本事 偶尔打工挣点钱 也都被公婆拿走了 他一个女人为了生活养家 只能去工地上干活 婆婆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不太喜欢他 经常出去干一天活 已经很累了 回家还得伺候婆家一大家子 这样的日子让他很压抑 直到儿子陈家 18岁那年 他向前夫提出了离婚 房子全部是我手里起的 我自己手里起的 离婚的时候 房子大概就有 我自己早就算过了 大概有220平左右 所以他那个扩建的 都不在里面 房子 起房子所有的钱 全部是我借的 从结婚到离婚 丈夫没借过 不管家里都穷 他都没借过一分钱 他说借钱下面子 要借你去借 你有就用 没有就拉到 跟他没有关系 我为什么说要离婚 其实结婚两三年 我就想离婚了 我从来没得到过 丈夫的疼 丈夫的爱 丈夫就一妈抱来 好 原告就被告的答辩 有没有补充意见 首先我们要说的 离婚协议呢 是副条件的一两只协议 离婚协议中 约定了争育子女 房产的条款 我们认为 从协议和办理离婚 登记时就应该生效 不以防尸及顾妇 为前提条件 并且夫妻双方 已经按照 该协议的约定 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 所以我们认为呢 这个 争育子女的条款呢 也不但任意撤销 原告作为 夫妻离婚协议中 约定的收征彩彩的子女 在夫妻双方 不履行离婚协议 约定义务的情况下 法律规定 后在当事人约定 G3人可以 自己请求债务人 向其履行债务 G3人可以请求债务人 承担委员责来 假 赞予给子女 财产条款 这个界定为 利益G3人合同 赋予了利益G3人的子女 享有自己起诉的 请求权 离婚协议约定将特定财产 赠予第三人 离婚后 夫妻一方不履行 给付义务 夫妻另一方可以起诉 主张其履行 受赠人并非 离婚协议的一方 仅为赠予条款的 受益人 并无独立的 给付请求权 其起诉主张 夫妻一方或者双方 履行给付义务的 裁定不予受理 已经受理的裁定 博会起诉 退一步说 即使认为 原告享有房屋的 给付请求权 其对象 离婚协议签订时的房屋 但该房屋 存在改扩建的问题 以及 家庭成员共有的问题 就改扩建部分和 共有部分 不属于原告 给付请求权的对象 离婚后 陈奈江夫妇 又出资对房屋 进行了改扩建 因此 即使原告基于 离婚协议 享有房屋的 给付请求权 其指向的 也只是 离婚协议签订时的房屋 对该房屋中 改扩建部分 和共有部分 原告不享有任何权益 同时 我方想强调一点 协议约定 与实际旅行 不能混为一谈 该协议签订后 男女双方 实际病危 将暗设房屋 交付给原告 其原因就在于 原告并不是 二人的婚生子 儿子从生下来 就叫他爸爸 也没叫过 任何一个人爸爸 那被告陈永林 是不是这么情况 我就是说 究竟 最终的这个 确定的说 陈家是 没有学的关系 是没有关系 你当时 结婚的时候 知不知道 不知道 当初一开始 回应我 以为是我自己的 真的演说小话 我都是跟你妈睡的 我是说 人家住 天上餐 这个东西 你自己说 实际实的回答了 好吧 庭上就陈家 是否是陈永林 亲生子问题 产生了争执 那么刘忠干 是否存在 故意欺诈呢 为了明确这个问题 法官对刘忠干 进行了询问 请求法庭 要求各方当事人 对这个原告 与陈永林之间 有无趣的关系 作为一个明确 回应是吧 对 我反对 因为我没有欺骗 因为他知道 结婚之前他就知道 是反对的问题 不是 他结婚之前他就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什么 我跟 我结婚之前 我结婚的时候四个月了 孩子四个月 结婚之前 我一直跟他妈睡 都没跟他睡过 他知不知道 他全家知不知道 我想问 意思就是 这个小孩不是他的 领结婚证吗 他早就知道 他们一家早就知道 领结婚证的时候 他是怀孕的毛 那全家 就是不是他的小孩吧 是这个意思吧 对呀 他知道 他们全家都知道 他论口的 他们明明证取的 不是我跑不来的 刘忠干当庭承认 陈家确实不是 陈永林的亲生儿子 他说这件事 是一次意外 也是他心头多年 隐匿的伤 但刘忠干同时坚称 这件事根本 不是什么秘密 陈永林全家是早就知道的 当初婆婆也是默认了的 她从来没有主观欺瞒过 就是好像 绑刚刚那天晚上 急出急速了 然后说晚上 就是庆祝一下喝酒 每个人都喝多了 其实那天晚上酒喝多了 根本就没什么数了 酒喝的太多了 就是断片了 我也不知道怀孕嘛 知道怀孕 我都不去体检了 那就是领结婚证 那时候体检出来的吗 那是他怀孕证 明知道他怀孕了 可能还要怀他结婚嘛 怀别的孩子 那都是他怀孕证造的 怀孕这个时候没有结婚 主要怀孕三个来的 或者是草素怀孕了 怀孕就爆了不了 非常深刻定心我 怀孕爆了不 但是人家打死 人家说我儿子 开始人家都会怀孕 为些累赵 就会怀孕了 人家说我告诉你儿子 人家为我儿子喝嘛 那我得了这叔叔的 都不死的了 那他们能照样的不死的 人家说丁丑啊 把那套金子给满 对于这段将近20年的婚姻关系 陈永林说他才是最憋屈受伤的那个人 到了第一年呢感情就不怎么好了 最终到第二年我就发现他出轨了嘛 我有了呢 女方的脸我就跟他提嘛 他当时嘛跪下来求我 他说嘛孩子还那么小 哎呀到我当时心软嘛 先去过去了这个事情 虽然选择了原谅 但这件事还是给夫妻之间造成了难以磨灭的隔阂 自那以后 原本就不善言辞的陈永林 变得更加寡言少语 闷闷不乐 自从那回之后 我们的感情就不怎么好了 一动就吵架要留 一直就是个样子 这事情的 就这样过过来 后来由中干提出离婚 陈永林虽然感到吃惊 但也觉得适中解脱 于是两人协议离婚 约定均敬身出户 把房产留给唯一的儿子陈家 后来他们全家也都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 说陈家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但念及这将近二十年的父子情 陈永林也不想再追究了 直到陈家把他们都告上了法庭 他把我去到法院了 法庭了 把我去到几点了 我想我对他那么好 包括我爸爸妈妈对他那么好 连他结婚的房子都给他准备好了 他会这样对待我们 真的是想不通 让我包括我爸爸妈妈都非常安心 然后我就想把既然走上了法庭 我就想把这个关系弄清楚 毕竟前面听到那家 嫌要非语 这是个词 庭审最后 法官试图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双方是否同意调解 别告 可以 被告 能不能调解协商一下这个事情 不可以 既然走上了法庭 不同意是吧 由于双方分歧较大 被告陈永林拒绝调解 法官宣布择日宣判 庭审结束后 陈家显得有些疲惫落寞 陈家说 他现在心情很复杂 他说父母离异后 父亲陈永林已经再婚了 母亲刘中干 至今仍孤身一人 身体也不好 当初也为陈家付出了很多 如今他自己可以分文不要 但他认为 母亲应该得到他英属的那一份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应该 他们挣的钱 我就不用 我可能就得不得到无所谓的 毕竟他们也养了我这么多年了 已经很有责任了 但是他这样处理 对我妈很不公平 这个毕竟也有我妈的一份 他提都没提给我妈 我觉得很不公平 我只是想说 这我现在是让我非常寒心的 本来我就没打算说的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也做什么亲子鉴定呢 一开始本来就是打算 把我的财产当中给他的 他今天他走到了这一步 那只能说他就一直去 这些年了 我也没有儿女 现在 我也就是一个人了 白白的耽误我这么多年了 这么说 2023年8月22日 法院对本案做出一审判决 经法院审理认定 离婚协议 使夫妻双方对于婚姻关系解除 子女抚养安排 共同财产分割等问题 达成的 具有人身和财产双重性质的合议 其中 关于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的条款 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案中 陈永霖与刘忠干在离婚时 虽然约定了 暗设房屋产权归原告陈家所有 但原告并非协议的当事人 其无权基于离婚协议 请求被告履行相关义务 故原告主体不适合 综上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家的起诉 据了解 原告因不服一审判决 向江苏省严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后经法官多次组织斡旋调解 原被告双方就财产分配 形成了一致意见 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 双方自愿约定 由乙方陈永霖和陈乃江 立即一次性向甲方陈家 支付人民币60万元 之后双方全部争论